他有哥哥在這裡 他哥哥的新高是190cm 是排球運動部 我本來很喜歡人的臉 兄弟們最近在臉上 是垃圾 不要碰他 他現在小朋友還在讀小學 下一年就要升中學 那些小朋友小學的時候還是很純 但他好像一到中學的時候 就好像全部變成了惡魔 藥匙幫忙拿著學生也有 很小的 就在這裡蹲著 他眼中在韓國學校的情況 真的生孩子也要考牌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金鈴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拍一個 韓國的校園暴力和少年犯罪問題的影片 但這次只是一個淺談 因為我們是突然想拍的 因為昨天我跟玉奶奶 看完這個少年法庭的兩集 但看完之後我們已經有很深的感受 如果你們沒看我的IG的話 我就在這裡說一次 因為他本身來說 就很不喜歡看這麼黑暗的劇 但是我自己是一個超級喜歡看這些 很懸疑的劇 因為我是一個Signal迷 如果大家有看過 韓國的神劇之一 Signal 你們不是沒看過 沒看過的話 一定要看我的 remake版本 真的很好看 Signal是一個神劇 然後我看到 每次推介 因為其實裡面 少年法庭的女主角 就是Signal裡面的女主角 所以我看到她的強推 她說這個劇情非常緊湊 所以我急不及待 就算我沒有看完其他劇 我都開了來看 本身就打算叫她跟我一起來看 但她自己個人 就很不喜歡這麼黑暗題材的劇 還有戲 因為她就說 覺得看完之後 心裡很不舒服 她以前小時候有一個陰影 就是看完這麼黑暗的劇 之後她立刻發惡夢 所以她就不想看 不喜歡看 本身我開始開來看的時候 她就一直玩手機 沒有陪我看 但到了第二集的時候 她就一起看 然後她昨晚 真的很不好意思 搞到她立刻發了一個惡夢 因為她說 看完那一幕 她真的太深刻感受了 這部劇 其實它跟Signal很不同的 它沒有穿越時空的元素 但它只是說少年法庭 用很多的復筆 去帶出非常入性的效果 就是它是非常緊湊 同此次的說法 就是它是由 人性劇情 人性劇情 非常之緊湊 所以一定會讓你可以 很一氣呵成看完 你不會覺得某一個篇幅特別長 而且它裡面的內容 都是全部真實的案件改編 所以其實看到人 是非常之深憶 我特別喜歡這些用真實的案件去說 因為一來你知道這個不是天方儀談 是一個現實中發生過的事 可以去探討這個社會的問題 而來其實這個故事 作家用了四年時間去研究少年法庭的運作 所以其實我覺得非常之有根據 看完之後學到很多法律上的東西 少年法的漏洞 因為我昨天出了IG說的時候 很多人跟我說 其實真的很想知道韓國的下緣欺凌問題 或者這些問題是不是真的那麼嚴重 有朋友是自己小朋友在韓國讀書的 她的小朋友現在讀小學之後 將要升中學 她也很緊張這個在韓國學校 特別是外國人 會不會被人欺負的問題 所以我也馬上問玉奶奶 究竟她以前有沒有經歷過這些事 所以今次這個淺談 其實就是想跟大家說一下 她眼中韓國學校的情況 首先說一下她的背景 她不是首爾讀中學的 她是在晉州讀中學 她的中學 晉州裡面來說 都算是一個名校 沙烈現在共立 我們有中學、中學、高等學校 中學是公立的 高等學校是公立的 我們有一個自由的高等學校 一般的學校不是 學校有更多權力 學校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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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學校也做到 名門高等學校 那裡有很多人 可以進入嗎? 那裡有成功 那裡有成功 是成功 成功 成功 那裡也選擇 成功 我們學校出身的 國會議員 教育員 有很多人 我進入時 我完全完全建立了 我的朋友問了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小朋友還在讀小學 下一年就要升中學 那些小朋友 小學的時候還是很純 但一到中學的時候 就好像全部變成了 但是那些人 有些人 在中學生的時候 有些人 中學生的時候 就有些人 那些人是大部分 我們在中學生的時候 都是大部分 中學生都 香港人 人的男朋友也不遏遏 因为他们学生的学生也不遏遏 因为他们学生上的学生 我学校的学生也很准备了 现在不准备了 现在不准备了 怎么在这些 如果有点准备了 真的有关系 然后就会发动了 就会有点准备 父母的家人 我看到了 我看孩子们的孩子 因为我们是在这些人 所以我们脏子 有时候走走 所以我们会被人家的手 然后他肯定了 但是他肯定了 我认为他在学校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是中学校 ины人的学校 一点的那个 是不是 behold 那我订阅ising 是那我设计了 我订阅 所以我设计 可是我设计 我觉得是一阵 我设计的 一阵 但他和他一阵 他们都怪不 define 那我就都在听那传统 但是她说 Late就自己的银走 於是自己保�'d 但是那湾不休 跟很多不休 寫 dollars 对 是 好 在出去 便 frankly 我刚开始 身際ơ 本身 站住 你不是 我本身不瞬inity 我在理&暗面 那然后 我刚刚idente 我完全有你的意识 就我在 你也不可以 你也不可以 但如果他老人也不可以 你也不可以打 那時候有些人也不可以打 親友也不可以打 我剛才說 親友也不可以打 其中一個原因 沒人敢欺負他 除了因為他成績好之外 也因為他有哥哥 他哥哥的身高是190C 是排球運動部的人 他的身體體型比較大 所以就這樣看 你不打也知道他很打 其實不要看玉蘭蘭好像很矮 是因為他家人 他小的 對 因為他家人其實也很高 他爸爸也是184C 他媽媽165C 所以他哥哥很高 而且他哥哥身邊的朋友也很強勢 所以有一個故事 就是剛才他講的 我覺得也很有趣 就是他哥哥有一次幫他 錢賺了 我當時在中學2年級 我當時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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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學校 他在學校 然後說 真的? 那为什么他们以前不一定负责了法律呢? 因为他们认识做这种学校 也有些学校也有这么厚的地方 學生也有什么关系 学生是有不错的 真的吗? 很好的学生 但是有些不错的教育 所以你的教育是有助力? 那我当时是有助力 但是现在是否改变了? 我认识了很多教育 孩子们说不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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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不听话 他们说不听话 谁要说话? 警察要说话 我认识 我认识最好是警察的方法 我认识最好的方法 还有特别人的风格 EN转发不容易 所以不適的东西 然后自己味道不適合 不適合赞 不適合这些人 你像外国人的东西 好像在书尼斯公里 你要让你绕立的东西 在书尔斯公里 是有可能 是可以的 看国家的模仿似是不同的 可能 你的朋友们很正好 要在书尴den 或者自己是很健碩的地方 那是一切平台 我们在书尔斯公里 你们想有很多地方 有处身兼的朋友 因为他们在书尽了 那是那些孩子们 他们看起来,他们看起来不接受的 我听过来的 孩子们说,你妈妈在菲律里来的 讨厌 那些人说,你妈妈在菲律里来的 美国或菲律里来的 他们说,他们很喜欢 悲哀人们,那些人来的外国人比较好吗? 或讨厌 悲哀人们,那些人不想在那里 那些悲哀人们,那些人们 家庭教育是不错的 他们的妈妈和爸爸是不错的 孩子们也有不错的 我讨厌了 他就说,叫孩子周围去认识朋友 等朋友多一点的时候 被人欺负的时候,也有人帮忙 还有,叫他阳光一点 不要不出声,阴阴阴阴阴 他暗闯地站在一起的话 要欺负的话,也会第一个找你 那我就问了他的意见 我的想法是 我讨厌的朋友们都比较好 这朋友和这朋友都比较好 但这种不好的朋友都比较好 那么,学生最重要的是 学习的事情 这种不好的事情 有些人都比较好 所以,有些人都比较好 我讨厌的朋友 有些人都比较好 他给钱那些流氓 然后他帮你解决 我说他怎么解决 他说,要不就帮你处理那些欺负你的人 要不就陪你上学几天 就好像你有几个大佬跟着你 我觉得这个文化 但其实真的确实在香港没有 我觉得我们的学校是 我觉得真的挺顺利的 其实大家都 那是什么? 那是名设计创 itu是名设计创 冒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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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真的吗? 你就会有网络 可以 那是名设计创 那是一个网络额 我们有职游 都赢了 所以 выдamyun亚 都没有 会让那些人 大和 现在 我们是 如果有恐怖的地方 就有关心的问题 那是一家警察比较快要去救 这个人看起来 警察处理不准备的事情 优责是正确的 但有意义的事 我们不能拿起来 那是一家人去救挂 还是一起去学校 在一起去救救 对 宁明的 油管 我认为这种生意的 沒想到我覺得自己中文化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就這麼很多問題 所以我認為 很嚴重的問題 但美國有很多學生 是党戰友台 所以有幾個實驗的事 預算是一級問題 美国有罪的罪情 他們的罪行是罪行的罪行 上同一 FC公司 有的,但在我們國內的那些人 現在都在公司中 都在我年輕時結合了誰的 那些人開始討論 幾年前?1年,應該是2年 學校討論的有名人 有些人、運動選手 學校討論的那些人 就討論的那些人都沒有出現 贏在起跑線上,跟你家有沒有錢? 根據他剛才所說的那麼多樣東西 大概總結了幾樣東西 你是不會被人欺負的 第一就是 你長得高 體型龐大 運動好 那這件事其實是你後天可以訓練出來的 就算你可能天生不是很高 你也可以訓練到自己很健碩 第二就是 本身讀書很厲害 你讀書很厲害的話 其實你都會受到學校的保護 那這些自優生 通常都不會特別被人欺負的 認識朋友好的 但你都要去分辨哪些好的朋友去認識 第四我覺得最重要的條件 其實他剛才也有跟我朋友說過 就是我叫我朋友不用太擔心的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是身為父母看這條片的話 因為有很多子女的問題 其實都是因為可能家人缺乏關心 而他又不知道他在學校被人欺凌 那所以才會令到這個問題更加惡化 令到他更加嚴重 所以如果你是不斷已經很關心你小朋友 其實你都可以減缺你一半的擔心 只要你又很關懷你小朋友 那有什麼事 其實一定可以找到一些東西去幫你 不一定是掃出暴力的 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其實都可以幫到他 其實你關心他 就已經做好了最大的一步 那還有我們其實看完這些劇 都是發現最大的這些青少年的問題 都是來自他們教不好 剛才他也有說過 其實有很多有問題的小朋友 都是因為他們家裡的父母很奇怪 真的生孩子都要考牌 他們要教育和困難的事情 正確看起來 自己的父母 那些人家裡 那些人家裡看起來 最重要的是 他們學校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 就一直看著 要這樣做 不成功 以前我為了 要比賽做得不成功 我會學習慣了 我會學習慣了 接下來你和你一起練習 練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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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要游泳的话 你游泳就不能游泳 那你游泳 诶 你游泳就游泳 好了 今次这条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次的分享 我们在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下条影片再见 Follow我们的IG 拜拜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